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讲的是 2019财政年度最后一个月的绿卡牌期和展望 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国务院公布了 2019年9月的绿卡牌期 这个是2019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月 从10月1号开始就是新的下一个财政年度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 美国移民局UICS对于职业移民 会采用Final Action Date来决定 申请人是否能够提交S-85 而对于亲属移民会使用Filing Date来决定 一个看点是对于亲属移民中 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2019年的9月应当会继续选择使用快的那个牌期 不需要等待,可以直接提交S-85 此前7月8月也是这样 9月的牌期有什么重点呢 对于职业移民,要用Final Action Date EB1类别,中国申请人的牌期倒退到了2014年 另外全球申请人都有牌期 EB2类别,中国申请人牌期保持在2017年的1月1号 也是全球都有牌期 EB3类别,中国申请人牌期倒退到了2014年 也是全球都有牌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倒退呢? 我们前面说了,这是到了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月 很多职业移民绿卡名额用完了造成倒退 我们预计到了2019年10月,新的财政年度开始 牌期会重新前进 中国申请人的EB1牌期应当会回到2017年 EB3牌期应当会回到2016年 另外呢,重复强调一下 对于F2A类别的亲属移民 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在2019年9月和此前的7月8月一样 应当都是没有牌期的 换句话说,如果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在提交I130的同时 应当可以提交I485 比较快地拿到绿卡 那么对于牌期本身呢 这个9月牌期没有太多的看点 大概就是这么个信息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再稍微加几句 这个根据牌期和最近形势的评论 大家看到呢 从最近的国际新闻 包括政治新闻和财经新闻 关于贸易战和股市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世界在走向更加动荡 今后几年的经济形势 也可能会更差 在全球范围呢 有一个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我们曾经见到过油价下跌 制造业不景气 因为需求不忘 我们也听说过 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容易找工作 在中国呢 问题体现在 每年新毕业七八百万大学生 年轻人的收入和房价相比呢 相差的太多 所以呢 不容易在一线城市立足 在美国呢 这个问题体现在很多年轻人 大学毕业以后呢 难以偿还大学学费的贷款 那么这些和我们讨论的绿卡申请话题 有什么关系呢 从全球趋势来看呢 我们认为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申请美国绿卡 这样呢 也会加重这个排期方面的问题 我们从1B5投资移民的类别 这个排期呢 已经看到了 有这种情况 排期长期存在 时间很长 比如说1B1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排期 为什么全球的申请人 全年都有排期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来自全球各地 而不仅仅是中国印度的 申请人数量持续增加 有的说法叫 那我们看到了形式的变化 那么我们想呢 申请人需要早做打算 好 谢谢